打炒房条例过关了 可以说是史上最重打炒房 一过关之后 据说预售屋的投资客都抢着下车 所以有两万三千间的预售屋求下车 业者极喊说全台建商会倒一半 特别是连都庚为老都扫到红台卫 都庚为老 今天媒体说难道会被送上断头台吗 老屋重建市场恐怕萎缩五到八成 张金儿还说房价要跌五年 预售屋出现了逃命潮 他又怕死人大全 很可怕 这真的是史上最重打炒房吗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大概十几年打房的过程里 这件事就不必再说 每次都说史上最重 房地合一税也说史上最重 奢侈税也说史上最重 这次真的史上最重好不好 我们就要当 他是最重好不好 不要再打 什么叫做当他是最重 来先讲一件事情 会不会倒一半 我觉得这事情有点严重 如果台湾的建筑 那是烂尾会很多 那是另外一回事 建商如果倒一半的话 你想想看台湾的建筑也太脆弱了 这不打不成器 你知道没有那么严重 不要自己当什么火车头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一次打炒房媒体说叫做五重拳 这五重拳里头最重的两拳 一拳是预收不能换约 对 一拳是司法人不能买住宅 对 那他们说呢 如果你炒房的话 罚款最高可以罚到五千万 我觉得听听就好了 他怎么证明你 司法人 他怎么证明你在炒房 对对对这好事 我稍微讲两个重点就好了 司法人事情这两天已经在炒 我认为执法慢慢会增加豁免条款了 所以那个问题应该不大 不大吗 现在说都更很围绕 那是后面在谈 我待会要讲 都更围绕的重点不在这边 第一个 其实他是讲说 限制换约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有点尴尬 什么意思 因为建商这几年不是房仕和大好吗 都是投资客 都是投资客 建商不跳出来说 对不起 我不是刚需首购自助 对吧 对 刚需首购自助 内政部就把这话给他吞 你把它吞 你自己不是说 刚需首购自助吗 既然这样的话 就没有投资客 就不会有影响 对啊 你怎么能同情投资客 你不能投资客 所以 好这个 把比较拉链拉上 那我问你会不会塑及既往 现在说不会 现在说不会 但是现在 不会的意思是 现在有些问题是 因为现在目前正在 上路之前 有一些问题是 譬如说 那如果是去年买的 最近在炒 这个月买的 现在 可不可以换约 这个当下就在炒这件事情 因为有很多 譬如说 我是预售的 但是我已经卖给你了 那我是不是赚钱 我也交了房地合一税了 是 对不对 理论上要到建设公司那边去换约 建设公司现在还没有上路 但建设公司现在不准换约 现在不准换约 建设公司就是怕说 到时候你会塑及既往 所以说你怎么又同情 因为这有 那现在已经三读过 过关了到底会不会塑及既往 建设公司还搞不清楚 内政部说不可 不会塑及既往 但是因为这有时间差 这有时间差 你过户的这些状况 所以现在讲说 可能如果七月一号上的话 现在就很明确的 还有五六个月的时间 你还是可以做换约 但是建设公司怕 建设公司不要到时候 到时候你会翻翻翻 这个是几月几号 七月上路那是上路时间 我指的塑及既往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既年买 既年买 就算你现在七月以后 要卖给别人可不可以 现在是讲 七月以后我才卖 但是我房子在七月以前买的 我的指的塑及既往是这个意思 七月以前买就不会有事 内政部的态度 那我七月前买的房子 七月以后换约可以了 七月以后就不准换约 只能解约 那就塑及既往 这就两件事 那就塑及既往 现在到七月之前还可以 换约 七月以后就只能解约 对 所以我说 一旦上路之后 他确实是塑及既往 因为我所谓的塑及既往的意思是说 我在你还没有上路之前就买了 因为我去年买的时候 我今年上个月买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他要过关 所以我就先买了 但七月以后我就不能换约 这事实上就是塑及既往 这看你怎么定义了 那刀下来就说 因为可能他去年在买的时候 他有预计 他在这段时间或明年或后年 他准备要卖啊 那现在不能卖了 怎么能够说不是说 其实老实讲了 建商也不太想处理换约的事情了 因为说实在增加很多行政麻烦 而且第二个 我还要罚你钱 比如说如果你已经交了一段时间 对不对 你要交的话 你要换 你要解约的话 我要先没收你的定金啊 现在最高是十五趴嘛 所以这个又建造说 如果你已经交了十趴 我搞不好就没收你十趴 这个东西好像建商也不是说真的那么希望 因为我今天拿十趴 我这房子还要再卖一遍 换约还要没收定金 就解约的话 因为以后只要解约的话 那我说换约照理说以前是可以的 对对 那现在七月上路之后呢 可能七月以后就不给换约了 对对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但建商也没什么皮条 因为讲说我也不同情投资客 所以我要最好把门关起来 那司法人不能买房子 要申请这件事情 建商反弹很大 这件事情其实是跟都更有关 这个待会我们再谈 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其实是重罚炒作的认定这件事情 五千万 五千万 你真的觉得他那罚单开得出去吗 没关系 先挂在那吧 就虎头砸砸在那 到底脖子要不要上去而已 这个有一个认知问题 就是说现在讲说 如果散播不实资讯 造成房市交易 对不对 那好 以后什么上看六十万 不准讲 那叫散播不实资讯 捷运通车增值前景可期 不准讲 不是这种广告词也不能讲吗 你开什么玩笑 这个有意图影响交易价格 那是你的认定 人家只有说可期 又没说一定 所以这就看你要怎么解释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你要上看房价凹陷区 等等广告词都不行 来来来 那我问你看好不行 那看坏可不可以 这就是好问题了 因为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张金二先生呢 他说房价要跌五年 他看坏嘛 那看坏可以 来来来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 这几天有很多大师 一直讲说会跌十趴 会跌三成 会连跌五年 等等等等 你说那大师 那天有来我们节目 不太好说 那事实上说准了 也许未来真的涨到六十万 那怎么办 影响交易价格 你在炒作 那如果说不准的话呢 没事 那叫需助安全 也就是说 这个五千万罚单怎么开 标准是什么 政府也得说清楚讲明白 不然大家吓坏了 想想看一件事 如果说今天在座专家说 台积电未来会连距跌十趴 连跌半年 台北股市会怎么样 那你讲房地产就可以就对了 你不会影响交易 交易恐慌 不会造成交易恐慌 你想说房地产会连跌 连跌五年 每年跌三成 你会不会影响交易恐慌 会不会嘛 你不能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开罚单 给张金二了 我没讲 李同荣 同荣兄 我看到你今天说 有三个不对 什么方向不对 对象不对 时间不对 我觉得刚刚讲 那个张金二的事情 你不要太在意他 因为他上一次说 会连跌七年 那其实也很 很简单的方法 他怎么讲 你就怎么跟他对坐 就对了 你就会赢 那刚刚讲的说 这一次的五重拳 重打房 其实有 我讲的是打假球 为什么打假球 第一个 不是业者都是会倒一半 你还说打假球 打草房是在什么时候 房市降温的时候 没有炒作空间的时候 房价已经涨不上去的时候 你打草房是打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说 现在市场都已经降温了 还有什么好打的 房价没有炒 我们有一个概念 说炒作才会引起房价高 这个是不对的 是因为房价高 才有炒作空间 假如房价 没有再继续涨的时候 没有炒作空间的时候 你在打草房 不是打假的 还是打真的 所以就环境 现在其实已经降温了 同荣兄认为不需要打了 对 第二点 方向也不对 你真的要打真球的话 不是打假球的话 你要打什么 你要打草地 不是打草房 你不打面粉 你去打面包 你完全在下游 在那边泛滥 在那边防堵 那永远不去考虑到 你核心的因素 就是草地 草地最大咖的是谁 大全哥就会讲 你讲话不要逗点 在中间大全哥会讲 那你以为他在吵 所以现在政府都在标售 趁势在标售土地 台积电宣布要设厂的时候 三个月 马上高雄市政府在南池 就连续的标了好几块土地 完全脱标 而且意价三成以上 这个假如以现在的这个重拳的话 他可能要罰五千万 高雄市政府要罰五千万 因为我会去点击高雄市政府 我会去告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违法 为什么 因为他在炒作 因为他一手 高价标定 宣布利多 然后一手他这个标售土地 这个不是在炒作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说 台积电暂缓投资了 方向是不对 那第三个对象不对 现在没有炒作空间 什么地方炒作最严重 预售已经很难去炒作了 那什么地方炒作最严重 租赁市场 租赁市场 我告诉你租赁市场 炒作是最严重 而且是炒作的温床 因为什么 我假如是包租公 政府鼓励我当公益房东 你去囤房多房 你免囤房税还可以减税 还可以这个这个装房补助 那你在鼓励我囤房 那我囤房 我就垄断了所有低总价 你现在台北市低总价 你去买四五十年的房子 你要八九十万去买 年轻人最痛苦的是 这么旧的房子 你要买这么贵 然后租金年续十七年高涨 那买不起还租不起 而且租赁的部分 租金一直在涨 年轻人补助的租金 根本来不及房租上涨 这个就是你打的地方打错了嘛 对象也错 所以彭雄兄说三个不对 那么回到打炒房 刚特别谈到都庚 有什么都庚的地方 有什么 因为说实在 你这次打炒房也没有说影响到都庚 没有任何都庚的条例 我们来讲一下 现在都庚其实已经被政府打得差不多 快死光 快死透了 三件事情 第一个先讲 都庚的结构什么概念 政府给你一些融机奖励 然后你分回之后多的坪数拿出去卖 打工程费嘛 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公式 OK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造价持续上涨 成本上涨嘛 对不对 第二个房价吸取下跌 你多的肉拿出去卖不掉 那工程费怎么打 那是行情的问题 跟政府打炒房没关系 怎么会打炒房 没有关系 如果你把 刚才 童龙理事长讲好 现在台北市中心 这些老蛋黄区 五十年公寓可能 八九十万 新房子可能一百五十万 那好 没有关系 那问题是 你这个一百八十几万 你到这一百五十万 卖不掉的时候 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个景气不好 一百五十万卖不掉 工程费打不了 好 来问一下童龙兄 那我有听到业者 他们在做都更的跟我说 之所以会受到影响 除了刚刚大学说 这个成本高涨 那现在分回来 其实已经无力可突了 大家也没想要做影响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现在打炒房调料里头 有一条叫做 司法人不能买住宅 好 问题来了 司法人如果不能买住宅 建商是不是司法人 其实司法人不能买住宅 那将来如果都更 我是不是要分房子 我想要都更 我要买老宅 那现在比如说 童龙兄的房子 还要经过你允许 我打个岔 童龙兄的房子进行都更 那都更完之后 我建商帮他盖 他是不是要分给我 他要卖给我 简单来说 所以会做一个买卖行为 那童龙兄的房子 如果进行都更 要卖房子给建商 那照现在的规定 建商能不能买 那如果建商不能买的话 那建商怎么去做都更 他要报备 还要被允许才可以 所以建商要去报备 政府说可以 才能够 那建商想起来很没用 很没用 很麻烦 当然也有一些案例 像正义国宅 他就是实施者不是他嘛 所以他实施者 他接过来的时候是法人嘛 那以后他法人他要卖的时候 他就有问题了嘛 因为他不是原始实施者 还有个问题 如果是司法人所买的住宅 五年内又不能转卖 不能转卖 所以假设这个正义国宅 或者一些都更的案子 你买给我 你是公司 公司不给公司 第一 不可以申请 申请后呢 我买了之后 我又不能卖 所以我去多更一个案子 我建商分到房子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要去申请 好不容易分到了房子之后 又不能卖 那谁要多更 卖就是很多特殊的案例嘛 那另外就是说 他法人可能他卖的情况不是很好 他要他要在盘给别人的时候 又盘给法人 又不行了 又不行要申请了 人家不容易接 许可 或者是你在整合过程当中 你被允许了 你去买老宅 但是你整合不起来 你要卖了 法人你要卖了 这个也出现问题 所以很多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立法之前 是初出造造 但是立法之后 就要解解套套 所以变成要用很多方法去解 那这个是徒增一些行政的麻烦 好 所以这次的打炒房条例 到底是让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更健康呢 还是要跟他拔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